好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 陳部長還有警政署陳署長 請陳部長跟陳署長 各位好 陳部長 這個明年1月16 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那麼我看到這個媒體的報導 我們警方跟各地的地檢署配合 那麼也有宣誓要查查會選的決心 那我也看到這個高雄市的這個陳局市長啊 他也用嚴厲的口吻啊 告訴高雄市警察局 說如果不查會 就要撤換 那我也看到包括這個彰化縣的 魏民谷縣長 他也提出了這個三千萬的獎金啊 要來查會選 所以我就要就這個查會選這件事情 來跟部長來跟署長請教 當然我們知道 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要查會選 或者是要防止這個暴力介入選舉啊 主導的都是法務部 但是呢 法務部就是地檢署 最重要的武器跟工具啊 應該還是我們各地的警察局 我們警政署有 我們全台有22個 縣市跟直轄市的警察局 我不曉得我手上這個數字 是不是正確的數字 大概有超過一千五百個 派出所跟分住所 有六萬五六千名啊 遠景 當然這裡面除了 各地的警察局派出所分住所之外 我們還有專業的警察局 各種專業警察 那麼 所以我們要 真的要查會啊 其實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一個呢 是到底有沒有查到 但我覺得喔 這個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當然不是不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我們的警察各地的警察局 派出所分住所 能夠拿出真正查會的決心啊 其實這個買票的行為 是可以有效的杜絕 也就是我們不用等到去抓他 他就不敢去買票了 這一點啊我要請教 我們到底現在具體的 查會選的作為是什麼 能不能告訴我 我們是做廣告呢 還是在那邊啊 跟地檢署一起揭牌 說我現在成立查會小組 還是我有什麼具體的行為 能不能讓我們知道 跟段委員報告 現在就是由 檢方來主導 檢、調、警察、政風 四個系統 收集情資 然後檢察官來分區 到我們每一個分局 去做指揮偵辦 如果發現有情資 我們就開始來做行動 那麼這裡面 我們有查會自報的計畫 也有講成的規定 這個我們都翻行 我們也恨不得說 有案件可以辦 你們恨不得有案件可以辦 你們應該是要恨不得 沒有案件敢發生啊 這樣才對啊 來來來部長 我跟你 我跟你說明 我為什麼是這個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這六萬多名員警 其實啊我們都說 警察是最了解 各地的狀況 搭一個 車子在那裡 搭一個船里長 或是搭一個傳統上 地方派系的裝腳 其實警方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因為你們要負責維持治安嘛 對不對 你們還有議警 還有議員刑事警察 所以你們各地的狀況其實都非常清楚 你今天真正要查會 你要防渡匯選發聲 你就是把這個地方的裝腳盯緊啊 這個再叫查會啊 這個才叫做防止匯選發聲 我其實是建議啊 各地方的縣市政府 其實不光是要高額的懸賞 其實還要看盯緊 這個地方的警察局 他有沒有真正的拿出決心去盯緊 那個買票的高危險群 這一點其實我要請問警政署 你們現在做了什麼 你們有沒有SOP 或者你們有沒有去各地警察局要求 去要求局長 說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 針對選舉維護治安跟查查會選 防治暴力的部分 我們分梯次的辦講席啊 分局長以上的 分了五個梯次 辦兩次的講席 那講席我們 我們的公文 我們的集會場所裡面 或者是我們去督導 都有做要求 局長 署長對不起 你跟我講的這個 都是官樣文章 我跟你講的 是抓到那個關鍵啊 你有沒有去要求抓到那個關鍵 這個才叫查會的決心 查會真正有決心 會選不會發生啊 我舉一個數字 2014年啊 就去年的地方選舉 你知道 地檢署受理 查會 這是會涉及會選的這個案件 有幾件 您知道嗎 因為選舉很多嘛 從村里長一路選到這個縣市首長 我跟你說有6128件 這6128件裡面呢 截至今年9月啊 起訴有1183件 這個起訴的比例啊 是19.3% 這個比例其實是相當的高 件數很多 對不對 光是起訴就1193件 那我再跟你請教 將近四年前 2012年的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就跟我們現在接下來要遇到選舉 是一樣的性質啊 他的候選人就沒有那麼多啦 對不對 發生的案件一定相對會比較少 你知道他有幾件嗎 我不考你了 我相信你跟部長大概都沒有去注意到這個數字 125件各地地檢署受理 當年2012年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啊 有125件涉及會選的案件 你知道這125件裡面起訴幾件嗎 你記不記得我剛剛跟你講去年起訴的比例 19.3% 19.3% 將近20% 2012年 受理125件 起訴3件 這個比例是2.4% 你知道為什麼嗎 蛤 蛤 我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是你們要研究的 因為你們是要負責查會的機關啊 對不對 你們要去比較各種選舉的樣態 那立委選舉當然我們知道 從去年年底的地方選舉 因為候選人多 那些要有的要選村里長的 要選代表的 他可能技術沒有那麼好 他可能比較莽撞 他可能比較不知道 這個檢調跟警察 他們的這個 露宿 所以他們就被抓到了 但是呢 因為總統跟立法委員選舉 這個選舉單純 這個選舉候選人少 這個選舉呢 其實到 他當然發生的案件相對就不會多 但是相對來說 看起來好像比較好抓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也比較難抓 因為這些要選立法委員 我們總統就不談啊 要選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他有一些是現任的立委 還有一些可能是地方的 比較有分量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們在處理 如果要做有涉及 會選的動作的時候 要嘛就是會設定斷點 可能就像這一次 台南的這個李全教 他就 他的總幹事被起訴了 可是他自己沒有辦法查到他 要嘛就是他會用更謹慎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買票的動作 所以你不好抓 那麼即便抓到了 你要到起訴的程度 也不容易 是不是我講的 你們覺得呢 所以我講在證據的收集上 大概這個主要是 應該是檢調這樣會 他會不會起訴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要強調的一點 正因為他 參選的人數少 全國 加上原住民 的選區 原住民是全國的嘛 那我們區域的選舉 就是73個選區 相對來說選區少 候選人少 其實對警方警力的調配 應該不像去年那麼緊張 所以我的要求是這樣 既然 警力的調配 要處理這73個選區 應該是猶有餘欲 所以 內政部 跟警政署 就應該全力防止會選發生 我要強調 你們在各地有沒有防止會選發生 我們都看得到啊 我們都看得到啊 所以你不是說我沒有抓到會選 才表示我有成績 其實 其實 會選不敢發生 我相信 包括我們主席在 嘉義市 對不對 上次的選舉 嘉義也抓 嘉義縣也抓到一件也起訴啦 這三件裡面有一件在嘉義啊 可是 沒有被抓到的 並不表示 它就沒有發生 或是沒有被抓到的 就不表示那個地方的 這個檢調跟警察單位不認真 他有可能因為認真 所以會選的動作做不出來 因為他不敢 所以這個角度 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用數字 或領到獎金來看 到底認不認真 但是 我相信 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人在選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有地方的 這個政府 我們每一個地方都有地方的議員 我們會共同來監督來看 內政部跟警政署 到底有沒有拿出真正的決心 誠意跟方法 去防止會選發生 防止它發生 才是最重要的 署長如果照你剛才告訴我 說現在警政署做的動作 我要很不客氣的告訴你 你們現在腦子裡面還停留在 那個做官樣文章 腦子裡面並沒有去想出 那個真正可以抓到關鍵那個辦法 去要求各地警察局 要照這樣來做 跟委員報告就是 剛剛委員開始提出來 就是一個重獎 重誠啦 包括調整職務 我們在 我們講程規定裡面也提到 你本匣被他匣破獲重大的 這個會選案件 必要的時候可以調整職務 調整職務我想是 對一個分局長來講 是最嚴重的啦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 他有一些鼓勵檢舉 但我們剛剛講的布雷 還有一些樁腳這些 我們都會 名測都會有掌握啦 都有掌握 都有掌握 都會 都會盯緊 你有跟我們保證 各地警察局都會這樣做 我們全力以赴啦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李俊英委員 我們現在請周尼安委員 質詢時間12分鐘 好 在質詢質詢 我想先請問一下 我們主席